那时候一上网,骂肖战的声音几乎铺天改地 如今回想起来 这样记不得大家当时都在骂他些什么了 虽然我并不是肖战的粉丝 我对他的了解也是从他参加组合的时候开始 那时他在组合中确实很抢眼,是最帅的一个 后来因为陈情令大火,我对他的了解有所增加 那年,疫情严重,我被隔离在家里 便经常刷手机,看新闻 而肖战却成了前往热议的焦点 我很好奇他到底做了什么事情,竟然遭到如此黑 一些突发的消息都会被举报和投诉 甚至有媒体进行了试问 可到现在,我仍然没有明白他当初到底干了什么 如今,他可谓是真正的顶流明星了 当时我记得他的剧集总是无法播出 但印象最深的是和养子和眼的余生请多指教 该剧订到了几次又一次车档 很多明星都不敢提到他的名字 甚至有一些人落井下石 比如在奇葩说中的嘉宾马威威 我已经忘记了他当时到底说了什么 但肖战当时确实遭到了众人的围攻 我还记得他被黑之后 谢娜成为第一个在综艺节目上夸赞他的明星 他在快乐大本营上称赞肖战非常出色 后来肖战慢慢摸索 逐渐有了自己的作品能够播出 各种转型作品皆准而至 他也不再参与综艺节目 将重心放在了演艺事业上 他忍受了三年的狗仔跟拍 每天除了吃大米饭就是上火锅 认真的努力工作 我还看到肖战在人民的微博评论区频繁出现 想必这也是为了聚集宣传吧 他真的很用心 这让我觉得他很好 也很清楚之前的黑暗和不易 相信他未来会好好做演员 应该再也不会出什么问题了吧 我对肖战的事业发展之路充满了疑问 他当初到底经历了什么事情 让如此多的人对他充满了敌意 他是如何在困境中迅速崛起的 他又是通过什么样的努力和坚持 重新获得了大众的认可 这些问题让我一直想要探究 无论如何 现在的肖战已经成为一名比零明星 他的努力和拼搏是不可忽视的 期待他未来更加辉煌的演艺事业